好 还记得他吗 戴着蒲言顺泽宫幸运帽的挪威三铁好手艾登 当时他来台湾比赛就是戴着我手上拿的这一顶 蒲言顺泽宫的幸运帽 当时还造成了这一顶帽子呢 因此非常大卖 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艾登没有办法来台 但是这张照片呢 就是他日前呢参加德国铁人三项比赛 结果又戴着这一顶帽子了 以一小时37分49秒夺冠 大赢第二名选手大约两分钟的时间 消息传回国内 顺泽宫庙方在脸书也很开心 分享这个消息 还说这下这顶帽子又要红到德国了 戴着蒲言顺泽宫幸运帽 去年夺得法国三铁冠军爆红的挪威选手艾登 原本在访台的时候 许愿在今年东京奥运拿金牌 但因为疫情关系无法如愿以偿 不过艾登日前参加德国拉廷跟铁人三项竞赛 又戴着这顶幸运帽冲过终点夺冠 以一小时37分49秒 大赢第二名约两分钟的时间 消息传回国内 庙方在脸书开心分享讯息 说顺泽宫帽子要红到德国了 艾登在个人IG也表示 在拉廷跟长短距离运动员一起比赛超级有趣 很高兴能获胜并缔造记录 虽然艾登今年无法来台 但神茂再度发威帮艾登夺冠 也让蒲言相亲与有荣烟 国外讯网组于肖越 谢综艺 综合报导